直播了嗎? 好,那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就是在 烘焙展開了之前 我們花個一點點時間教直播 那就是教那個賣點手樓 三三三的操作方式 好累喔 昨天手樓麵包揉了十次 而且我發覺在這邊做直播有點尷尬 因為大家都好忙喔 好像我很閒一樣,其實不是我很閒 那是因為十點才開始嘛 我是提早來上班的居然說我很閒 而且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斜對面就是大洋志歡 我看到野上志歡在那邊很認真的 在做事情 我這邊好像很悠閒在開直播 那我現在教的是那個 長阿胖的麵包操作方式 那因為直播時間比較有限 我只能夠教就是 如何手揉麵包這個步驟 那至於長阿胖的 中間過程可能要 你們要自己到現場來看的不然 我沒那麼多時間 因為等一下我就要開始忙了 那材料的部分都已經在配方表裡面了吧 太棒了,第一個按讚的人真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先把鮮奶 鮮奶跟麵粉加進來 鮮奶跟麵粉 那配方都已經寫在上面了 配方都已經寫在上面了 鮮奶麵粉加進來之後呢 就是糖跟鹽也加進來 同學早安 你看終於有經驗就知道要講早安了 然後呢 再把雞蛋加進來 雞蛋加進來 然後 我今天用的是青煙酵母 青煙酵母 其實你也可以用乾酵母 就是量對等 換一下 不是換一下,就是要除以3 因為青煙酵母使用量要比較多 你在做直播啊,攝影大哥 你可以拍我做直播沒關係 我不在乎 我現在在直播啊 沒關係啊,你可以拍沒關係 你看攝影大哥都不知道我在做直播 你就知道我在這邊多麼尷尬了 現在整個烘焙展都是我的直播廠 然後啊 這邊 就要用我們3333手樓麵包的神兵力氣 就是飯尺 對 我發覺昨天跟我一起做展場的那個 休哥樓會有點辛苦啊 因為好像它沒有存在的必要 沒辦法,剛剛在測試喇叭 如果中電台 中電台進來的啊 可能會覺得我現在在炒炒飯菜一樣啊 沒有啦,現在不是炒炒飯菜啊 我現在在那個 做手樓麵包的程序啊 就是我們賣點333的一個手樓操作方法 什麼叫做賣點333呢 就是我們先把麵包啊 先揉3分鐘 然後鬆弛20分鐘 再揉3分鐘 再鬆弛20分鐘 然後再揉3分鐘 再鬆弛20分鐘的這道程序啊 那這樣的方式啊 就可以用9分鐘 非常輕鬆的方法 就可以揉出麵包了 有同學問說還在外面排隊 當然啊,因為你又不是廠廠商 所以你在外面一定是在外面排隊的 然後這邊 揉到像這樣子 沒有 比較沒有乾粉了 我就可以倒在桌面上用手揉了 這邊我就要記時間了 這邊我就要記時間了 我覺得真的很尷尬 就是 因為 現在 野上志寬師傅在鞋對面看我 他不知道我在幹嘛 哈哈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看他等一下野上志寬師傅 要不要過來做直播喔 對 好,現在這3分鐘 我就開始計時樓了 這邊 欸 大家好大家好 這邊 這邊手揉3分鐘 很輕鬆啊 因為剛好做成間運動 我現在做的配方啊 就是講義上面的 不是講義 都是說錯 就是直播那個FB上面的配方 那這個配方呢 也是我們現在在展場公布的統一配方啊 就是 就是 由我設計的那個 手絲鮮奶餐包 手絲鮮奶餐包 亞軍 可以幫我拍張照嗎 你看 我覺得我真的應該 真的應該換一個腳架 他媽的 這邊真的是超超扯的 好 因為當初沒有預料到就是這個腳架 它支撐性這麼差 所以你看 我每一次 弄直播 你等一下幫我拍一下秀給人家看 你看 我今天直播腳架我用了什麼 我用了一個盒子 用了一個噴水器 再加上一罐那個 保酒露 你那個把拍完照照片 照片給他們看一下 所以如果各位同學有那個 比較堅固的三角架 麻煩可以推推薦 我使用一下 因為我當初買的這個是 其實是自拍棒 手機太高級了 不是啦 因為它會動啊 而且你看我還不敢用摔的 一摔下去整個架子就垮了 你看我這樣操作是全程喔 是全程 你看 已經開始不黏了 對啊 你看剛剛伸出來那個手就是我弟 他現在在旁邊 他等一下 現在也有在揉 他在揉手揉Bagel 經過昨天的說服之後 他很認真的要來幫忙我 那個移動它會垮掉 大哥不好意思啊 他可能會比較醜 但是麻煩你見諒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 謝謝 對 因為這邊算是一個神秘的領域 不可以讓人家看到說 我們用個這麼好的方式來支撐 幕後發售 要怎樣傳幕後發售 你可以PO在留言板下面 讓大家知道說 他有多麼辛苦來幹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來想要這樣摔的 可是 因為現在腳架比較溫柔 所以 沒辦法用那種操作方式啊 而且你看我們的麵粉 吸水力是不是很好 你看 沖面上沒有黏喔 然後 我手也沒有那麼黏 而且因為展場還沒開始嘛 所以這邊展場放的音樂好療癒喔 現在都在放中國的那個 傳統音樂 好療癒喔 三分鐘快到了 耶 好你看 三分鐘到了 好我把它按掉 然後滾圓一下 滾圓一下 然後這邊按二十分鐘 好 按下去 那這邊就鬆弛二十分 像這樣子 那 呃 手揉三三三就 其實我 我已經示範完了 因為 這個步驟再重複兩次就結束了 可是你看 奶油是不是還沒加 因為 手揉麵包的話呢 如果用賣點三三三的操作方式 你這份奶油啊 等到第二次手揉的時候呢 再把它接進去就好了 其實啊 我剛剛在這邊做直播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 來 來自於我們 左前方啊 對位日本人 就是會稍微掃過來看一下 我 我在那邊幹什麼事情 他剛走了 剛才 野上老師在旁邊 對 剛剛野上師傅在我截對面 他剛才做前置作業 他可能不知道這個 這個人在幹嘛 在那邊手揉麵包幹嘛 對著螢幕一直在講話 然後啊 現在 是我弟啊 他在揉那個麵包 那 因為我不好意思 因為鏡頭沒辦法轉過去 我怕我鏡頭轉了這個手機就會垮掉 那這邊的話呢 我稍微介紹一下就是 因為這次展場啊 我們是在四樓啊 所以 我覺得昨天學生啊 就說 欸看到 網路上面看到有我啊 但是他在一樓逛了很久啊 都逛不到 找不到 好像很累了 他就先回去了 回去之後 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四樓還有 還有場地啊 我覺得這次烘焙展應該稍微 溝通一下 我相信很多學生都是來了之後 才發現到只有一樓沒有四樓 其實四樓是有的 四樓是有 一樓是設備商嘛 對 對一樓是設備商 四樓才是原物料商 所以如果你們要到 看一些原物料的話 記得要到四樓 因為一樓是設備 對一樓是設備喔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有要來看烘焙展的話 麻煩一樓四樓都要逛 然後這邊有很多師傅 都有在示範 例如說像 人稱 三重劉德華的王永成師傅 還有 台中的 海陸 熊俊傑師師傅 還有像今天啊 我們在烘焙的現場 在統一賣點的現場呢 中央舞台那邊啊 有文士誠師傅 跟曹志雄老師 他們都會有示範 然後現場還有很多大咖的師傅 對啊 所以如果各位 來的話 記住 那個 不要吃太飽過來 你會撐死 這烘焙展走的走魚圈 不胖個一公斤出去 才有鬼的耶 什麼東西 喔好 因為 現在我旁邊的那個小師傅 叫我幫他計時 因為他也進入到 手樓的程序了 我們這邊可以請現場的人員 幫忙拍一下他的狀態 然後PO在留言板給各位看 對 因為啊 手樓三三絕對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啊 欸 只聽到老師的聲音 看不到人 應該都看得到啦 欸 直播應該看得到我吧 所以 完全看得非常清楚 對啊 對 直播應該都可以看得到我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就像那樣子 我跟各位講 手樓三三三一定做得出來 因為 連我弟都在揉 揉了 我把這邊 好 邊邊一點 你看 你揉到這邊揉啊 揉到這邊揉 過來過來 再前面一點 對 來 你看 我弟 對啊 太棒啊 我被利用了 一定要被利用的啊 不然我今天揉十次 我就靠北 我一定正往 不保訪的話 不給他坐高鐵回家的錢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 今天也是預計揉十次嘛 他來做就很輕鬆 一開就可以揉完兩次了 那你在手揉的時候就是要梳力啊 你要把麵粉跟水啊 完全的揉均勻 不過因為我們的那個 現在我弟揉的這一份是那個鮮奶貝果 那鮮奶貝果的配方我昨天有公佈 原本說昨天要直播啦 可是因為我昨天好像 真的找不出空檔 因為昨天我弟的工作很單純 就是負責幫我拿麥克風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再抽時間 所以我今天特別早一點來 利用那個 利用展覽前的一些時間來做直播 所以這個直播的時間 小金現在幾點啊 9點40分 現在9點40分 所以我直播大概可能只剩10分鐘 所以等一下 15分鐘之後啊 我把323的第二個步驟揉完 因為會加奶油嘛 那邊揉完之後 我們可能直播就先結束了 因為 也要做工作了啦 不然就一直做直播 那你如果要上課 你要來上課 不是一直看直播 那直播看出門的而已啦 不然這樣就可以來烘焙現場 來烘焙現場啊 對啊 要門票很簡單 你有證照 一下就可以進來了啊 對不對 有證照就可以換名票 對 拿名片 對 拿名片 但不要拿房仲的啦 這樣房仲很委屈啊 然後你看 我現在我弟做的是鮮奶白狗啊 你看多麼優雅 雖然我已經聽到他的喘氣聲了 哈哈哈哈 很小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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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如筋皮梅一樣 吐出浪花般的香氣 三分鐘到了嗎 哈哈 還有二十一秒 還有二十一秒 快了快了快了 等一下我聽這邊啊 揉完之後啊 也會蓋個鋼盆啊 然後就可以鬆弛二十分鐘 那 Vegos的部分 剛剛我做法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Vegos不用第二次就加油 油了啦 Vegos一開始就可以加油了 然後他的三分鐘到了 你可以拿個鋼盆放旁邊了 好 他的三分鐘到了 我再幫他鬆弛二十分 好 二十一秒 不用就這樣子就好了 你就蓋 就把它蓋出 然後記得二十分鐘 好 謝謝 哦 我們可以先把 等一下要做的那個 鮮奶的 鮮奶麵包部分 再秤一次就好了 我等一下再回來做就好了 這邊稍微講解一下 呃 像我現在做的這一份 是手撕的鮮奶餐包 那因為奶油 為什麼不能夠先加呢 因為奶油會妨礙麵糰出筋啦 而且他的奶油量 其實是有到十% 所以他一定要後面加 可是剛剛我弟做Bagel 因為你也知道Bagel的那個 油量比較少嘛 所以一開始加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回家沒有用奶油 你用橄欖油也可以啊 對啊 啊 你最好不要再問我說 要換什麼麵粉 你真的是欠扁啊 我今天在 統一的場地 用賣點石頭工房的麵粉 你問我說哪個牌子的麵粉可以替換 我跟你講啊 手揉就是用這個牌子的麵粉做 會比較容易 比較輕鬆 因為你粉質器 當然揉比較快啊 你不要買特高精去揉嘛 你買特高精去揉 根本是自己在搞 搞死自己 哎呀太好了 我看到那個 蘭提亞同學加入了 這個小孩子啊 是我之前 在 六年前 七年前 教明德女中的學生 對 沒有錯 老師以前教過女中 對 好累喔 然後 欸對 提醒一下 你看這個奶油的顏色不太一樣 因為這是用發酵奶油 我個人做麵包 我比較喜歡用發酵奶油 因為會比較香 對 我跟你說 那我這邊先把手 先稍微清一下 另外拿給媽媽啦 不要給媽啦 這個麵線總共四千塊 你加我的四千 麵線的錢就是清 對 那個 昨天手籠麵包有什麼好處呢 跟各位講 手籠麵包的好處就是啊 晚上睡覺會睡得很安穩 昨天啊 我 我住火惟站附近的飯店啊 火惟站在施工啊 如果各位有同學知道 就會火惟火惟站在施工啊 你知道 因為我手籠麵包的關係 我昨天真的超累的 我靠 我直接就直接睡著了啊 我弟啊 我弟 我弟 就一直我說 哥你昨天沒有聽到那個 哆哆哆哆哆的聲音嗎 我說 說什麼大頭啊 我早就睡著了 我弟一直 很清楚的知道 昨天施工幾點結束 你就知道 他昨晚都沒睡覺 因為火惟站在施工 對不對 他就是默默的點了頭 因為他今天早上起來就跟我說 哥我那個 眼睛的血絲很嚴重 我說 辛苦你了 誰知道你今天 昨天你昨天沒有用手搂麵包 不過我不會啦 今天我會把我一半的量分給他搂 誒 火惟量已經結束了 然後 因為等一下呢 就快要展場開始了 所以 你看 在預告了在預告了 你看 菲... 廣場大家好 餐廣場大家好 在您恰常參觀之際 請注意保管好您學生重要物品 避免造成財務損失 謝謝您的合作 南港展覽中心祝福您有的美好的一天 Atten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好意思 因為他現在有人吵 我們先讓那個展場 先講完話好了 他也很累啊 雖然是Repeat 我現在嚴重 趁一趁一趁一趁 趁一趁一趁 好啦 那... 早安 早安 在其間人潮擁擠 在您恰常參觀之際 請注意保管好您隨身重要物品 避免造成財務損失 謝謝您的合作 南港展覽中心祝福您有的美好的一天 Atten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那算了 我不理他了啦 那我們剛剛手的麵包其實要等20分鐘 但是因為等一下展場就要開始了 所以老師這邊先把3N3的步驟先把它做完 然後這一份麵糰是 如果你剛剛...從剛剛看到現在這份麵糰是不是有直播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呃...才3分鐘麵糰就出金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奶油了 其實這邊你們回家做啊 盡量等20分鐘之後再來做啦 老師是因為... 呃...因為展場要開始了 等一下要開始忙了 所以我要趕快先把這個直播做結束 那我就是把奶油包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揉了 那我就是把奶油包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揉了 那剛剛有人問說為什麼不用摔的 不好意思啊 因為老師那個腳架支撐不太住 所以我只能夠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老師 你好 嗨 你好 哈囉 你看展場還沒開始啊 陸陸去廠商只要有經過 大家就在問好 剛剛忘記記三分鐘了 幫我記一下 記兩分半好了 應該差不多 幫我記一下兩分半 不好意思 剛剛忘記記時間 我這邊補記一下 你那個給他們看一下 給他們看一下 因為其實三分鐘 那我前面揉 對 好OK 那我就先揉了 你要入鏡嗎 現在在做直播喔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對啊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個人內向害羞 真的啊 喜好大自然 我個人也是內向害羞 喜歡睡覺 呵呵呵 太高了啦 然後同學不要再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六日沒辦法上課啊 因為 老師六日還有在念念書啊 所以比較沒辦法 花那麼多時間在六日上課 嗯 那這邊第二次的三單三呢 就是把那個奶油啊 完全的讓它吸收進去 我可能要這邊要稍微揉快一點了 因為 展場要開始了 那老師今天是在四樓統一的攤位啊 如果各位啊 要過來看的話 我們大概是一點左右 會在現場示範那個 蔥花麵包 一點 在N400的旗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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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最後一場的展演會是在三點哦 要提醒一下 現在下午的一點和三點 怎麼了 哦 你看 三分鐘快到了 我的油也差不多吃進去了 哈囉 欸 張大牙變瘦了 張大牙變瘦了 變瘦了 張大牙就是網路上號稱板橋仙菇的那一位 那你看 油吃進去了 然後這邊就是把它滾圓 滾圓之後呢 就是再等二十分鐘 這幫我記一下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好 再送吃 好了 那我們直播就要結束了 因為展場工作要開始了 那就先叫 欸 聲音員跟大家打個招照照顧 還是 這是我弟 謝謝大家 掰掰 你手是乾淨的嗎 當然是有的 好吧 那沒關係 我去犧牲一下 掰掰